OK 你好 今天的話呢 第七次上課 上個禮拜第六次上課 主要的重點大概把它回顧一下 盡可能回去 還是要花一點時間稍微做練習 上個禮拜最重要的部分是 檔案的讀取 讀取之後的話 再把它寫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那也就是說 三個禮拜的練習裡面第一個 把那個二十五個檔案 裡面有二十五個文字檔 那把這二十五個檔案 如果你要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呢 那不是圖法練綱 這裡的話當然 第一個 你一定要學會的第一個 就是那個OS 這個套件 這個模組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walk的方法 那為什麼需要用那個OS.walk的方法 主要就是說呢 它會提供給我們這個 這個某個目錄裡面 某個路徑底下的 所有檔名跟副檔名 那會幫我把它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那我就可以從這個串列裡面 跑一個回圈嘛 所以串列配合回圈 這個已經是 一定要非常熟練 因為未來很多地方 資料放在串列的機會會非常大 所以就在把這個回圈呢 分別 讀取它裡面的檔名 然後再串接什麼 串接它的路徑 就是哪個磁列機的哪一個資料夾 有沒有 然後呢 串接之後就是一個完整的路徑 那把它打開 有點像這樣 把這三種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呢 把它怎麼樣呢 把它先放在一個變數 有點像嘛 我們把它Ctrl-A、C C其實它是放在這個剪接部裡面 那我們是把它放在一個變數 也許我取名稱叫C好了 用Read 讀到一個C裡面 然後呢 再來做什麼呢 再把它寫 寫到一個O.TSD的檔案裡面 OK 所以一個 兩個、三個 直到最後一個 所以其實跑完回圈的話 等於把三重一直到封圓 全部跑完 那跑完之後呢 後面其實我們有練習一個就是 我希望 這個 合併完之後呢 那這些檔案就幫我刪掉 所以呢 你需要再學會一個 一個 一個方法 叫做 那個OS裡面一個方法 叫做Remove Remove 就是什麼 把檔案刪除掉 OK 比如說你先 合併完 那個檔就幫我 欸 或許你可以 一邊合併一邊刪除 可不可以 可以 或者你 全部合併完之後 再一起刪除 也可以 那我們理論上 之前寫的 程式是什麼 是 全部合併完 再全部刪除 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一邊合併一邊刪除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OK 只是說你應該要把 這個程式寫在哪個位置 比較正確 這可能要 稍微再斟酌一下 反正程式呢 基本上 能夠跑 沒有bug 那就是好的程式 再來你可能思考說 你程式能不能寫得 比較短一點點 不過有的時候 要把它縮短 可能要付出一點代價 為什麼 因為要縮短 那你要想說 這個程式應該放在哪個位置 是最恰當的 而且要try 因為其實說真的 你只要動的地方 所謂的牽一髮動全身 好像感覺動一個地方沒關係 但是你會發現 哇 一個地方就是非常有關係 有的時候你放錯位置的話 你可能 光要修改那個程式 恐怕就要花很多力氣 那當然這個部分是最難的 所以我會把那個 我寫好的 黑龍的 那個程式放在雲端上 那為什麼會放這個 主要原因是因為 如果我不放這個東西的話 我這邊沖寫 我看看 我看你寫 可能一整天寫 一支程式都寫不出來 有沒有 那 如果你出錯沒關係 你可以先拿我的先貼 然後如果這樣還出錯沒關係 你可以拿我的程式來比對 有沒有 一比對就知道了 所以有時候 老師我哪個地方出錯 怎麼辦 其實拿我的比就好了 最簡單 所以以後 我是建議各位 如果你假如 你的功力還不夠的話 最好是多累積一些範本 有沒有 那你範本有了嗎 將來不就可以拿範本來自 但是要確定一件事情 這個範本是要確定能夠run的 OK 不然run的話 錯的範本 你拿來怎麼樣就改不 除非你要花時間去把它改成正確版 那其實python 我是覺得它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第一個 因為它是自由軟體 不收錢 不收錢的話 一象徵就是 它沒有保證你一定是正確的義務 也就是如果出錯的話 你要自己想辦法把它改正 所以它經常upgrade它一些版本 所以它只要升級版本 有些地方可能原來可以run 之後可能不能run 所以有些書籍 像你們手邊上禮拜拿那本書籍 它如果舊的版本 有些範例可能不能run OK 常遇到問題 也就是它可能一段時間可以run 但是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有些範例就不能run 那不能run怎麼辦 那就麻煩了 你可能如果你功力不夠的話 那可能你就要再去找 找有沒有人幫你改好了 OK 那理論上我雲丹百版上面的程式 是最新鮮的 反正每一次run 上課就會先確定一下這個程式能run 那因為這個環境常常都會變更 所以有的時候 我會再稍微調整一下程式 OK 那run完之後的話 我們大概看 它上禮拜其實就是 先把這個合併 合併就是這樣 其實大概 合併部分大概就九行程式 加一個這個刪除 OK 所以跑完之後的話 我就把這些全部合併完之後 然後把它全部把它履幕掉 所以裡面是空的 然後 並且在桌面上面的話 會有一支一個檔案 叫做O.TST 那這個就是裡面所有 25個檔案裡面的東西了 那再來後面 我們有 再寫一個分割的程式 分割的話就是把這個 再分到這邊來 然後把這個檔案刪掉 OK 所以有沒有執行完之後 這邊就有25個檔 然後那個檔就不見了 大概是這樣 程式並不多 這個程式大概十 這比較簡單一些 OK 所以 回去的話可能再花一點時間 稍微研究一下 那另外的話 最好是 找一下看看那個 你手邊應該會有這類似的檔案 有沒有 比如說你有很多的檔 你現在把它合併在一起 那它也許可能是 如果不會是TST 只要是那個像CSV也可以 CSV其實它就是純文字檔 只是它分割是用豆點割開 所以如果你手邊有很多的那個 CSV的話 其實也可以拿來練習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後面其實上個禮拜 還有一個重點 所以上禮拜 前半段的話 主要是在講檔案的合併跟分割 所以其實重點就是檔案處理 OK 那還有很多延伸性的部分 如果各位有時間的話 可以再去了解那個OS 那個模組裡面還有其他方法 有沒有 它其實我們直接用到OS.walk OS.remove 有沒有 然後其他還有啦 比如說你要建資料夾 移除資料夾 或者是重新命名有沒有 那其實那個模組其實裡面都可以做到 反正就是一個回圈 你看你要怎麼做 只要有個規則性 就可以把你要的結果給跑出來 所以OS其實用來做檔案處理相當方便 所以這個延伸性的練習 可能自己再找一下吧 或者在那個Google找一下OS模組 裡面有哪一些相關的應用 OK 那上個禮拜的話 還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那個SQL line SQL line其實就是 內建在Python裡面的一個微型資料庫 顧名C 那這個資料庫的話 其實主要就是讓你放一些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學會的大概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怎麼樣新增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 新增資料表 然後見欄位 再來的話呢 就會使用四個重要功能 第一個 最重要就是新增 怎麼樣把資料放在資料表裡面 第二個的話 怎麼樣再把它查詢出來 第三個呢 怎麼再刪除 第四個就是修改 OK 新增查詢刪除修改 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針對資料庫的這個部分的練習 OK 所以今天的話 我們要針對那個 就是上個禮拜 其實延伸 第一個 請各位呢 剛才找到一個練習檔 這個練習檔就是說 或者你可以甚至把 試試看把全線由於地址寫到資料庫 這個可能檔案比較大 不然的話呢 請各位練習一個 待會的話呢 試著把什麼 把在那個 我們在那個 我是放在Python 這個目錄底下 之前有做過一個練習 叫Member.tst 打開來之後的話 裡面就是有一個 藍位名稱第一列 底下的話有50個會員 那我今天希望 把這50個會員的資料 幫我丟到資料庫裡面 怎麼做 OK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幫我查出來 那查的話其實就 還可以做延伸練習 比如說我可以針對編號查 可以針對會員的名字查 名字還可以做關鍵字 有沒有 全文檢索 只要你中間有哪個關鍵字 製造幫我帶出資料 還可以查生日 查血型 查什麼 查手機號碼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上禮拜最後是有講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把新增這個地方 那假如說呢 我要把什麼 把會員資料 所以會員資料我是放在 我們一樣是模組的路徑 所以是放在這裡 那你要確定你的更目裡面 這個東西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把那個 雲端上面有 有一個資料 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然後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那個 新增的這個範例 稍微改動一下 那我們上個禮拜 其實主要改哪些地方 因為還記得吧 其實不外乎就是說 我放的那個 資料庫是同一個 這個是資料庫檔案 叫COS01.db 當然你可以改 你可以改Member01.db OK 你要放一起 或把它分開放都沒關係 因為一個資料庫喔 可以放非常多的資料表 那我們裡面放一個資料表 之前是Table01 那現在的話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Member01 然後 總共會有五個欄位 那 如果你不想欄 像我 有時候 每次光要想那個欄位名稱 就花很多時間 我就很 我就 模仿那個Excel 反正D欄就A欄嘛 Excel就ABCDE OK 那當然你要記得說 A欄是什麼 A欄的話 其實它是編號 OK 所以呢 第一欄是編號 那第二欄的話呢 就是 姓名 生日 血型 手機 有沒有 所以是ABCDE 那 形態的話呢 當然理論上 如果你今天是放什麼 放 如果裡面是放數字的話 那就Integer 如果你裡面是放文字 就TEST 生日的話 是DATE TIME OK 然後這個兩個都TEST 好 那建好之後的話呢 再來呢 我要把這些資料 分別把它 輸入到這個資料表裡面 那當然呢 之前的練習 必須怎麼樣 一個一個 就是說呢 變成說有點像剪貼 第一號 然後是什麼名字 然後二號是什麼名字 三號是什麼名字 那這樣的話其實 變成說你要複製貼 總共要50次 那很麻煩 所以待會兒的練習 應該怎麼樣 所以你可以想想看 可以把這個檔案怎麼樣 用之前的檔案物件有沒有 F等於Open Open的話呢 就Member.txt 然後用R模式 讀進來之後 然後呢 再利用什麼呢 特別水喔 這裡的話呢 當然如果你要讀全部的話 那就Read 讀一行就Read-Line 那如果每一行都讀的話 就Read-Line 那Read-Line 就是幫我把所有的每一行 讀到一個創業裡面 那當然呢 我要避開第一個 第一個就0 0的話 就是它的藍位名稱 不要 這個不要 所以從1開始 一直到最後 應該到50吧 所以通通把它讀進來 那讀進來之後呢 再利用什麼呢 讀進來它就變成這樣 這樣子一個 這樣一筆資料 有沒有 可是問題喔 我要把它切開來 有沒有 切開來用什麼切呢 SPEED什麼 有沒有 然後SPEED根據什麼 根據斗點 幫我多 幫我切開來 那切開來之後呢 分別再把它丟到哪裡 1 2 有沒有 3 4 5 5個地方 然後呢 跑個回圈 50個資料呢 就全部進去了 OK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請各位來先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 稍微把它打開 所以喔 以後 基本上你要建資料庫喔 我是建議你可以拿 這個當範本 反正就修改就好了嘛 以後 怎麼 資料一定要有結構性 要正規化嘛 不外乎來的資料 反正擠欄 你就給它幾個欄位 當然我 我比較偷懶啦 用ABCDE 可是以後如果你要給它一個有意義的名稱 也OK啦 就是說你要去想那個名稱 那也不能太長 那形態的話 不外乎這邊我們總共有用到了 數字 文字 跟日期時間 那以後的話可能還多一個啦 就是如果你有小數點的話 那你就用Double OK Double的話就是有小數點 OK 大概其實大概這幾種喔 總共四種應該夠用了 OK 那 建好資料表之後呢 下一步呢 就是怎麼樣 把讀取檔案 跟 新增資料 結合在一起 那這邊的話呢 你就需要學 你就需要把之前學過的喔 檔案讀取 讀取到一個串列 那串列一樣喔 配合剛剛講的回圈 有沒有 回圈 主意的把它insert into 到這個 資料表裡面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啊 你會發現啊 資料庫 跟檔案之間喔 最重要還是什麼 串列 加回圈 OK 如果你串列跟回圈不熟的話 哇 那 這個地方喔 應該就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前面一直強調 一定要熟練 尤其像負回圈啦 我用最多還是 用來用去好像感覺負回圈用到的機率 遠遠比壞回圈多很多啦 第二個的話呢 資料型態 串列用到的機會 哇 太大了 因為你要放資料嘛 那放哪裡 基本上目前最好用還是用串列啦 OK喔 你不可能說你把它放一個自串 而自串它沒有辦法切割啊 它沒有辦法做後續的資料沒有結構性喔 所以串列還是 就是理論上用的最多喔 所以請各位試著把上個禮拜喔 的新增 改成這個什麼呢 寫入會員資料部分練習 OK 試試看喔